监课第191集 第131章 嫌疑犯 许松子吃惊地看着金属长桌那头的年轻少尉 他从第一军事学院法律系毕业两年 在国防部内务处法律署表现非常优异 从来没有遇到令他退却的案子 然而今天深夜时分 他被顶头上司的电话叫了起来 命令他马上赶到军事监狱 为一位当事人提供法律支援 忽然接到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 被打咬了睡眠 自然心情不会太好 当他看了由果科研究所和宪兵大队提供的人证物证之后 心情里的不悦更是达到了极点 能够半夜让国防部主动提供法律支援的嫌疑军官 毫无疑问极有背景 在他的眼中 这名叫做许乐的年轻少尉 只是遍布联邦里的无数顽固之一 只是这个顽固尤其愚蠢 不知道基于怎样荒唐的理由 居然在果科技动公司研究所里大杂大闹 这些人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成见在前 他对许乐自然没有什么好的态度 只是基于专业素养 他依然向对方认真地提供了参考意见 圈服对方认罪 但没有想到 长桌对面的那名嫌疑军官 竟一口回举 还给了他一个 先前怎样也没有想到的理由 实验室是你的 许松子争了争 旋即威风地笑了起来 静静地看着长桌对面的许乐 说道 我没有听错什么吧 他从第一军事学院毕业后 便直接进入了国防部内务处 表现极为优异 深得长官赏识 然而 限于研究区域 他并不清楚 果科机动公司研究所的全线均属 他只知道 内间掌握了联邦相当部分 尖端科技的研究所 是属于联邦 属于军方 结果这个人居然说 那间实验室是他的 许乐感觉到了这名 女军官对自己的态度 低着头说道 你可以调阅一下研究所 与沈老教授的协议资料 这间实验室从建立之初 便选择的是合作模式 从县立54年开始 所有的赞助全部是沈老教授 以私人名义争取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间实验室里的一切 包括那些被我毁掉的数据 联邦或果科公司 只有按照协议支付报酬 获取使用权的资格 而没有处置的资格 许松子听着这番话 表情渐渐凝重起来 他发现自己对于果科研究所 确实了解的不多呀 对方似乎说得极有条理 不像是在撒谎 而且已经被逮捕入狱 这时候对自己撒谎 没有丝毫益处 沈老教授去世之前 通过公正遗嘱 将实验室里的处置权 全权转移给我 许乐抬起头来 看着长桌对面的美丽女军官 平静说道 法律文书备件放在我的公寓里 你随时可以查看 如果没有人把它毁来的话 许松子听出对面 这个年轻少尉 平静话语里藏着的信心 微醋眉头 低头又看了一遍桌上的暗宗 欢声说道 研究所和宪兵队的供述里面 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当然 我会马上进行采证 只是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更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毁掉 实验室里的机密数据 要知道 那些数据是被联邦中央数据库 做了电子保全的重要数据 他的目光 停留在卷宗上 忍不住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是怎样的一个军官呀 居然扛着一把太平符 闯进研究所 将一间实验室 声声给砸了 这些数据是我的 我想怎样处置他们 有必要任何解释理由吗 许乐这时 自然不会向女军官谈漏 联邦科学院 铁钻利甲 联邦新一代机甲的事情 这对于他当前的处境 没有丝毫好处 相反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大 很感谢你为我提供的法律援助 我想我先前说的已经很明确了 数据是我的 实验室是我的 既然如此 我没有任何理由 还被关在监狱里 我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 能出去 许宗子没有抬头 将手前的卷宗推开 打开电子法律文書 皱着眉头 仔细翻院着 然后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许乐 摇着头说道 就算那间实验室 是沈老教授的 现在是你的 可你毁了那些数据 依然没法出去 为什么啊 许乐将被塑料绳缚着的双手 搁在桌前 看着他问道 我管叫自家的孩子 难道也有问题啊 听到这个比喻 许宗子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许乐 说道 先不说这个比喻 是否合适 但就算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可以教育他 但不能虐待他 更不能杀死他 如果你这样做了 那就会触犯儿童保护法 或者变成一个谋杀犯 不等许乐开口 他皱着眉头继续说道 依照联邦机密资料保护法 第三款第七条之规定 就算这些数据是你的 但基于本身的重要性 依然必须要接受联邦监控 不得外泄 不能擅自处置 你对这些数据的处置权 顶多能让你在这起案件中 能够得到轻盼 许乐低下头来 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地笑了起来 许松子看见他的笑容 微微一正 不明白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对方还能笑得如此镇定 难道真以为自己有国防部的背景 就能与联邦法律抗衡 他微微醋眉说道 更何况这些都是你说的 相关的电子法律文件 我还是没有看到 不过既然有了新的证据 我会继续进行调查 许松子站起身来 开始收拾金属桌面上的文件 低着头说道 你待会儿签一份文件 上午我直接去你的公寓 提取那份法律文件 然后直接去军事检察署 申请证据保全 我不知道公寓里的法律文件 还在不在 许乐忽然开口说道 许松子的动作 微微一致 升起一股不悦的情绪 心想如果不在 那你先前的那些信心 从何而来 许乐低着头 并不知道铁蒜丽家那边 会不会进入自己的公寓 毁灭沈老教授的遗嘱 虽然按照道理来讲 那些大人物应该不会用这种无聊的小手段 但为了稳妥起见 他宁肯当那份复制件已经不在 他抬起头来说道 法律文件的原件在 我一位朋友手中 你可以直接向他要 朋友 住哪里 国防部西山大院三号 他姓周 许松子听到这个地质 微微一众 旋即深深地吸了口气 马上明白了 为什么顶头上司 会深夜给自己打电话 把自己派到监狱里来 原来这个年轻少尉的靠山 竟是自己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知道了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徐乐 然后准备离开 就在此时 惠客室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小警察官 这边请 一名年纪约莫在三十岁左右的检察官 在军中监狱长官的陪伴下 走进了惠客室 这名信销的检察官 一头黑发 看上去极为干练 当他发现许松子也在房间内饰 不由微微微感到吃惊 笑着问道 哈哈 松子 你怎么也在啊 文静师兄 许松子也有些吃惊 用余光看了一眼许乐 不知道这个年轻少尉 又惹出了什么事 居然会惊动了首都地检署的厉害人物 这是许乐少尉 我奉命将他带走 协助一个案件的调查工作 小检察官 与许松子寒暄了两句之后 开门见山地说道 许松子的眉间错了起来 他知道 这位法律系的学长 如今在地检署内的地位 对方为什么赶来此地 最蹊跷的是 他的当事人许乐的身份是现役军人 理应走联邦军方内部的法律程序 地检署为什么要来插一手呢 不行 这是我的当事人 不知道为什么 许松子感觉到了一丝怪异 不等许乐站起来 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 小检察官笑了笑 从手边的文件袋里 取出了一份文件 放到了桌上 许松子拾起文件看了看 脸色凝重起来 望着军事监狱的长官说道 按照序列 许乐是军事嫌犯 他必须留在军事监狱里 紧接着他转向肖检察官 压低声音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是他的法律支援律师 你应该很清楚案件序列 他现在是涉及破坏联邦机密重罪 至少也得等我手头这个案子结束之后 你们才能接过手续啊 许松子和肖文静很熟 所以说话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顾虑 盯着他的眼睛疑惑地问道 就算他身上还有别的案件 那也应该是警察总部性性调查 你们地检署为什么会提前介入呢 小检察官耸了耸肩 看了一眼在桌旁沉默低头的许乐 凑到许松子的耳边说道 关于序列和提前介入 其实都是一个原因 这个军官犯的是重罪 你应该很清楚 案卷序列往往依轻重罪而划分 地检署遇到这种恶性案件的时候 也会提前介入 许松子猝着眉头 心想还有什么重罪 会比破坏联邦机密数据罪更重呢 还是需要地检署 提前介入的恶性案件 谋杀 肖检察官 眼眸里带着一丝淡漠之意 看着远处桌旁的许乐说道 许乐少尉 涉嫌于昨夜虎山道上行路旁 谋杀现役军官普制稿 依照联邦军事员言 设案临时处置条例 这个案子归我们吧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再见 监客 第192集 第132章 审讯 深春的首都郊区 繁杂的花束轻易 遮蔽着清晨的阳光 清寒无比 一辆警车 就在这样美丽的环境里 沉默前行 许乐眯着眼睛 透过铁网密布的观察窗 看着窗外首都的景色 表情平静 心里却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他的手脚 依然被紧紧覆着 从破坏联邦机密数据的嫌疑犯 变成了谋杀重罪的嫌疑犯 看守工作 已经由宪兵 换成了全副武装的警察 但看防的力度 却没有丝毫降低 他很清楚 关于这两件案子的调查 联邦相关政府部门的效率 高得出奇 不过是半夜的时间 居然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而自己此时 被从军中监狱转据地检署 自然是丽家那边的工作 以联邦七大家的隐藏实力 影响一下联邦司法部门的运作速度 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边事先就应该知道 他与邹应兴副部长之间的古怪关系 只是一直无法确认 当他们知道 国防部司法署的女军官 连夜进入监狱之后 他们在第一时间内 抛出了第二个方案 将许乐转押到了地检署 国防部的副部长 或许能够影响军事监狱里的一切 但对于联邦司法部门的影响力 却没有多么强 至少和丽家比较起来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许松子坐在许乐的身边 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当事人 有些吃惊于对方的平静 按道理讲 他处理的是 许乐破坏联邦机密数据一案 关于谋杀现役军官普制稿的案件 在没有上级跟进命令的情况下 他完全可以不用理会 不用跟着许乐去递检署 但不知道为什么 许松子总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 这个明显有邹副部长当靠山的年轻少尉 为什么会忽然换了失心疯 先在虎山道冷血杀人 后又疯癫一般闯入研究所打砸一番 事情的背后明显隐藏着一些东西 只可惜许乐 一点风声也不愿意透露给他呀 谢谢 许乐说了两个字之后 马上又闭上了嘴 他很清楚 在地检署里等待自己的 必将是联邦司法的狂风咒语 身边这位女军官 或许是位优秀的司法人才 然而这件事情里 他起不到任何作用 邹副部长已经出手了 虽然出手的力度并不强 甚至有可能是邹玉 用他父亲的名义暗中帮的忙 但至少也算是给那方面一个小小的警告 许乐只是在想 进入地检署之后 台家那边究竟会不会出手 他在等待 他甚至隐约猜想到 铁酸利家那边给自己施加了如此大的压力 或许也是在等待着自己与台家之间的真实关系 看那位夫人究竟会不会关心自己这个人 一张被放大到十二寸的照片 被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放到了许乐的双眼之下 照片是一个进景 被刀锋切开的咽喉 看上去十分血腥恐怖 尤其是里面隐约可见的白色气管 已经凝固了的血 顺着尸体的脸颊滑落 打湿了一大片金色的头发 混在一起 像是一种墨般的黑 许乐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大照片 表情纹丝不动 眼角却抽搐了一下 萧文静检察官 一直在旁静静观察着他的神情 冷漠地走上前来 又放了七八张照片 到许乐的眼前 他一句话都没有问 只是用照片上 那些被放大到极致的 伤口和尸体的惨状 以及审讯室内的沉默 向许乐施加着压力 你认识死者吗 认识 普治稿 我们一起参加了 果客机动公司的春季招募考试 如果说昨天晚上 刚刚杀死普治稿时 许乐的心头 还有一丝枉然与悲伤 那么此时 他看着这些 被放大到极致的照片 却已经能够保持绝对的冷静 除了最开始眼角的那一丝抽搐之外 他的表情平静如常 让而正是这种平静 暴露了问题 肖文静冷漠地看着他的脸 知道自己判断的没有错 眼前这个年轻少尉 绝对就是凶手 只是暂时还判断不出他的犯罪动机 昨天晚上9点40分 你在哪里 地检署一位助理检察官 用机械的声音问道 啪的一声 肖文静点燃了一根烟 具体时间记不住 但大概应该在回公寓的路上 你昨天下午就没有在研究所上班 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公寓 我 我女朋友怀孕了 昨天晚上约的孕期检查 女朋友 姓名 邹玉 一直在审讯室里旁听的许松子 很有分寸地保持着沉默 此时听到许乐女朋友的姓名 不由醋了醋眉 才知道 原来这个年轻少尉 竟然是邹副部长的未来女婿 他不禁想起了 部里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部长千金未婚先孕一事 有没有经过虎山道口 忘记了 忘记 虎山道口发生了一起泄斗事件 相关的当事人我们已经请了回来 他们先前已经指认 你曾经参加了那次泄斗事件 打伤了八个人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会忘记 忘记了也无所谓 证人的证词和道口的监控录像 一定会帮你想起来 许乐缓缓抬起头来 连夜的疲惫 让他此时的心情略有一丝焦虑 极为不寻常地反驳了一句刻薄的话 我从来记不住被狗追着咬的时间 首都第二地检署的办案效率极高 完全掌握了许乐昨天上半夜的行踪 并且已经得到了那些联邦公子哥们的供词 最关键的是 那些人证明 许乐在砍杀自己八个人之后 抢了一把刀 直接冲向了虎山道口的山上 而四个小时后 现役军官普制稿的尸体 就在那处山崖上被人发现 见证课的结论已经出来了 按照证人供词提供的刀具模型 正好可以造成死者禁薄处的致命伤口 许乐低下头去 他没有想到那些被自己打跑的公子哥 以及保镖们 居然会提供如此要害的证词 他毕竟不是一个受过专业教育的杀手 也不是一个职业罪犯 当时确实顾不到这些 不过那把刀 早已经被他扔到了青藤原的小溪中 想必丽家那位七少爷 应该没有出卖自己的想法 要知道 普制稿的尸体 被人发现晚了几个小时 相当多的计时证据被消除 全部都亏了那位丽家七少爷的拖延 你抢了一把刀 冲上了山崖 冷血而残忍地杀死了一位 年轻优秀的联邦军官 助理检察官看到许乐陷入了沉默 不急不慢地继续说道 证据练已经很完备了 我劝你最好及时认罪 我们会替你向法官求情 许乐依然沉默 只是听到认罪两个字后 下意识里看了一眼安静地 坐在不远处的许松子女军官 笑了笑 小检察官轻微地摇了摇头 知道在没有实际证据之前 这个冷血的少尉军官 是不可能开口的 他向那名助理检察官 示意了一下 拍了拍许乐的肩膀 带着他向审讯室外走去 许松子也跟着站了起来 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地检署刻意安排 本来应该不会碰面的两群人 碰到了一起 手脚背负的许乐 眯着眼睛看着走廊旁边 正在抱头痛哭的一对母女 还有正在一旁拼命吸烟的中年男人 动作下意识里缓慢了一些 那个正在痛哭的母亲 一头金发 那个中年男人 长得很像普质稿 看穿着 应该家事不凡 你就是那个傻手 那个中年男人 双眼满是血丝 独子就这般死了 他怎么也想不通 他恶狠狠地看着许乐 就像想要把他吞掉一样 抱头痛哭的母女 是普质稿的母亲和幼妹 那个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母亲 疯狂地 像头受伤的母兽一般 向许乐扑了过来 手指拼命地向他脸上挖去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尖利的指甲距离许乐的眼帘 只有一寸距离 地检署的检察官 拼命拦住了这些愤怒的 受害者家属 好不容易才平息了 走廊上的混乱 普质稿的幼妹 约莫十三四岁 她用一种寒冷愤怒 到了极点的眼神 盯着许乐的脸 把口水吐到了她的脸上 你最好永远被关在牢里 普质稿的父亲 抱住了自己的妻子 望着正在低头擦拭唾液的许乐 颤抖着声音说道 不然 不然我一定会杀了你 杀了你 当着检察官做这种人生威胁 那些检察官却没有丝毫劝阻的意思 只是冷漠地推着许乐离开 在临时看守所铁门外面 萧文静检察官看着许乐 说道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早些认罪 不然苦日子真的还有很多 你们没有直接证据 你们没有目击证人 没有刀 你们什么都没有 许松子跟在萧文静检察官的身后 快速地说道 用你自己的专业素养判断一下 他究竟是不是凶手 萧检察官忽然转身 盯着许松子低声快速愤怒地说道 如果人不是他杀的 我把我的脑袋割下来给你 作案动机是什么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们是专业人员 我们必须相信 也只能相信证据 萧文静将吸完了的香烟扔到脚下 他也已经半夜未睡 眼窝有些深陷 带着淡淡嘲讽说道 我会找到证据的 只是没想到果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居然也会如此冷血 许松子默然 他知道 先前那些放大的血腥照片 后来走廊上的受害者家属的巧遇 都是萧检察官最善用的心理工事 但看着许乐先前平静的表情 似乎根本无所触动 说那个年轻稍微冷血 或许还真是有些道理 他先前提到的女朋友 是我们部里邹副部长的女儿 我知道 可我不会管这些 萧文静检察官采吸了脚边的烟头 徐松子看着他的表情 忽然生起了一股不祥的念头 看着他说道 你要做什么 身为司法官员 我不会做到刑讯逼供这种事情 你放心 萧文静回头往审讯室里早去 阴沉地说道 但该他感受的东西 总该感受一下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再见 许松子留在了萧文静的办公室里 先前在审讯室里旁听 其实就有些不符合规程 但他手上还有许乐的另一个案子 加上与萧文静的关系向来不错 所以地检署这边 倒也没有为难他 办公室一旁 是地检署二课的大厅 工作人员忙碌着手头的案子 他忽然传来的兴奋声音 依然让很多人抬起头来 许松子哥这玻璃好奇地 看了过去 不知道这些检察官又抓到了什么证据 小姐 汽车找到了 一名年近四十岁的中年官员 看着萧文静高兴地说道 就在医院侧方的夜用停车场里 没想到那小子根本没有销毁证据的意思 虎山道谋杀案 牵涉到两名果壳机动公司内部的现役军官 事情很麻烦 地检署在某方面的压力下 用最快的速度将案件截了过来 当前最要紧的事情 当然是要搜集许乐涉案的证据 那辆被证人们指证 曾经在虎山道停留的黑色汽车 自然是重中之重 萧文静精神一振 从身边逃出一盒饼干 嚼了两块 于素极快地问道 送到见证课没有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 直接用荧光扫描 就算车子被洗过 上面应该还留有血泽 另外让那些搞组织收紧的家伙 细心一下 车子是半个小时前找到的 直接进了见证科 萧文静灌了一口茶 笑了笑 心想只要在那辆黑色汽车上 找到证据 那个有背景的年轻少尉 再也无法逃脱 然而事实的发展 总是与办案人员们的想法相悖 十几分钟之后 先前那名兴奋的中年工作人员 沉着脸推开了玻璃门 走到萧文静的办公桌前 压低声音 用一种奇怪的语气说道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萧文静从桌前的案卷 挪开眼光 缓缓地站起身来 盯着眼前的下属 表示自己根本听不懂这句话 一辆被嫌疑犯 遗忘在停车场内的汽车 就算找不到刀 但凶案发生时 溅散的受害者血跌 应该会一漏思绪 以联邦当前的科技水平 就算是极微量的残留 也能被找到 对方做得很专业 进行了全面的清洗 你甚至可以说 这辆黑色汽车 现在是一辆刚出厂的新车 那名中年官员低着头 垂头丧气地说道 萧文静注意到了对方 专业这两个词语 不由陷入了沉默之中 上级对地检署的压力很大 务必要将少尉许乐这个案子 办成铁案 以他与上级之间良好的关系 他甚至很清楚压力来自于何方 但他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 因为先前的审讯过程 让他确认 许乐就是凶手 是谁在帮许乐销毁证据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一辆结构复杂的汽车 清洗得干干净净 没有留有一丝惨恨 这样强大的势力 为什么不直接把这辆车毁了 萧文静的眉心皱了起来 像极了一个变形的穿子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挥手让下属离开办公室 又低下头去看桌上的案卷 那名嫌疑犯许乐的身上 也没有受害者的血字残留 听说昨天晚上进入军事监狱之前 他就换了衣服 而被关押之前 更是用军中的强效截身反 进行了全面的清洗 他本来只是有些遗憾 军中监狱的入社清洗 毁掉了地检署 有可能从徐乐身上 捕捉到的直接证据 此时联想到 那个已经无法成为 证物的黑色汽车 他不禁想到 难道从一开始 政府里就另有一拨人 在暗中帮助这个嫌犯陶醉 会是国防部那位 邹副部长吗 萧文静看着桌上 那些凶暗现场图片 忽然间愤怒的 重重的拍了一下桌面 茶杯被震落到了地上 摔得粉碎 声音惊动了 办公室外面的工作人员 他们纷纷投来 关切的眼光 不知道自己的头 究竟因为什么 如此愤怒 地检署后方的 看守所里 压着的都是重犯 这些犯人 都是已经被警察局 审讯完毕 送到地检署等待上庭 或者是被法院打回来 补充侦察的对象 看守所的灯光明亮 监控设备完善 而且身在地检署后方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 越狱事件 防御工作基本上 交由电子监控网络 人手并不是太多 室内没有床 只有两行 与高强度塑料墙 连为一体的长凳 许乐坐在长凳上 算了算时间 然后转过头去 用手指 在墙上一笔一画地 写着一些什么 只是留不下痕迹 所以同事的那些犯人 只是好奇 却看不到 数据已经到手 接下来就是等待台家的表态 然后是进入工程部 把新一代机甲搞出来 同时把自己要用的 拟针系统改造完毕 想办法 在库房内的原型机甲里 植入自己的控制程序 麦德里议员已经和铁酸立架合流 竞选资金充裕 如果联邦科学院林院长在支持他 帕布尔那边会有困难 自己如果最后能够让研究所 新一代机甲仪式中 联邦科学院丢个大脸 他们这种协议会弱很多 想必林院长也没脸 再沾到政治舞台上说什么 暗杀之后 台家都不愿意直接伸手 去对付麦德林议员 那是没有证据 而且联邦上层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如果罗斯和麦德里议员真的当选了总统 自己顶多能搞到一台机甲 能起什么作用呢 许乐沉默地对着墙壁写着字 自从那阵烟火之后 他在第一军区生活区的咖啡馆里 大哭了一场 年轻人平凡朴实面容上的笑容 便少了许多 变得沉默了许多 谁都不知道 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台支援不知道 施青海不知道 邹玉也不知道 那个神秘的无所不在的台甲 也不可能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一直在等待着某个时刻 如果联邦里的法律不能让他满意 他便要自己变身为法律 这是狂妄而错误的想法 可是许乐坚持 果科研究所 年轻少尉被捕入狱 此事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也没有人知道 此时的他 正在重复着自己 已经重复了半年的计划 那个看上去 有些异想天开的计划 地检署进行了三次问话 除了第一次的时候 许乐说了一些什么 其余的时间 他都保持着沉默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已经到了深夜 他看似平静 实际上心里也开始 生出了一丝怪异的感觉 难道以台家那位夫人的智慧 也想不明白 联邦科学院一旦在大选中 有所偏向 会对选民们造成什么影响吗 还是说 台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 判断科学院已经获得了数据 而不相信自己手里还有资本 就在此时 走廊外的灯光忽然变得暗了起来 透视窗外的夜色 混着淡淡月光 洒入囚室之中 囚室里沉默了一整天的气氛 在这一刻变得有所诡异 这间囚室里 待着六个人 除了许乐一直沉默地进行思考之外 还有一个人 也一直保持着沉默 那个沉默的人依然沉默 除了他和许乐之外的四个人 却站了起来 向着小洛里的许乐 逼了过去 为首那人满脸横肉 身高约有一米八五 胳膊像铁柱的一般悬在身侧 不停晃荡着 那人点燃了一根烟 用一种阴沉冷韵的眼神 看着许乐 咫的一声 电流声响起 这间囚室四周的三个监控筒 顿时关闭 许乐的眼睛眯着 看着监控筒 明白了一些什么 虽然在此前 他从来没有蹲过监狱 但毕竟是孤儿出身 不知道从李维的嘴里 听到了多少 关于黑牢的说法 那个大汉无声的怪异笑了笑 一拳头 向着许乐的脑袋上砸了下去 身边的几个人 也同时扑了过去 看架势 只怕是要把许乐打死才快活 许乐站起来 双脚在地面极小的范围内 快速挪动 肌肘 别肘 顶膝 动作极为快速和干净 他狠狠一脚 踹中身侧一人的小腹 那人闷哼一声 被直接踹出了三米远 重重的摔打 打在塑料墙壁上 还没来得及滑落地面 倒吐着血先晕了过去 一转身 他隔住了那名大汉的胳膊 将手臂立了起来 一轴击中此人的胸骨连结处 大汉就像是一个 失去了平衡的铁塔 咔啦一声 垮在了他的脚下 不过三秒钟 所有围攻他的人 全部倒在了地上 那名大汉的胸骨似乎裂了 不停地沉重呼吸着 唇边渗着血 地面上的那些人 像看着怪物一样 看着徐乐 连爬都爬不起来 更不要提再次出手了 徐乐从那名大汉身上 摸出烟和打火机 坐回了长凳之上 沉默地给自己点了一根 想了想后 他取出一根烟 向对面那个 一直沉默的家伙 扔了过去 两个人中间 那四名囚犯 依然在痛苦地辗转反侧 拼命地想离 许乐这个恐怖的家伙 远一想 那名大汉十分痛苦地 扶住了许乐身边的邓员 想爬远一想 胸部的疼痛 却让他没有力气 只好听天由命地靠在许乐旁 大口呼吸 我不知道 联邦法律竟然允许检察官们 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对面那个一直沉默的人 接过许乐的香音 放在了身边 有些牵强地笑了笑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就在此时 走廊的灯亮了起来 监控头开始再次工作 囚室的门打开 那个人警惕地看了许乐一眼 在一名警卫的保护下 离开了囚室 许乐没有动 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塑料长凳上 一口一口吸着香烟 夹着香烟的中石两根手指 微微有些颤抖 如果知道明天白天 事情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那就说明 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台甲 不愿意为了自己手中 莫须有的东西 而去直接对抗 利家和联邦科学院 那么他必须自己想办法了 他又点燃了一根香烟 低下身体 放到了那名大汉的嘴里 谢谢 大汉愣了愣 旋即吸了一口 烟雾的辛辣 与胸部的痛楚混在一起 似乎好过了一些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通您告一段路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再见 监客 第194集 第134章 大转折 小姐 你的法子没用 那家伙根本不像是个文职军人 三裤子夜招就到了 先前求是里沉默的家伙 是地检署 一名工作人员 他站在萧文静的面前 犹豫片刻后说道 这些 这些事情是违法的 如果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我以前 没有要你这样做过 萧文静 揉了揉生痛的太阳絮 扭头看着窗外的首都夜景 放心吧 如果有什么事 我会给你担任 像这种 卑劣而无耻的手段 萧文静从来没有用过 首都兴圈媒体发达 民众警惕 司法系统的人 做事向来极为得体规范 只是萧文静今天受到的太多 来自上方的压力 加上他明知道许乐是凶手 眼下却找不到直接证据 所以才会使用了几十年前的老办法 卑劣的手段往往就是最有用的手段 只可惜这一套 在那个叫做许乐的年轻少尉面前 似乎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开始就不应该 把他手上脚上的塑料绳解开 萧文静的眼神 寒冷了起来 作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 看遍了联邦里的罪恶 他不是一个极易动怒的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着那个叫做许乐的年轻少尉 他很容易愤怒 这种愤怒不知从何而来 或许是明知道对方是凶手 却找不到任何证据 不 这种事情萧文静经常碰到 他应该是愤怒于那个年轻少尉的冷血 不 冷血的变态杀人犯 联邦里并不少见 我究竟在愤怒什么呢 萧文静怂然一惊 陷入了沉默 渐渐想明白了 他愤怒的 是明明一个简单的案子 却因为上级的压力 他要动用一些不合法的卑劣手段 这种处境本身 令他感到了愤怒 他灌了一口浓茶 感受着舌上的苦涩 沉默半赏后说道 既然在囚室里闹事 那把嫌犯的手脚都捆上 那名下属吃惊地看着他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为了那名凶杀嫌疑犯 他已经配合这位萧文静做了违法的事情 没有想到上次居然还要坚持下去 如果这件事情被上级或者是记者们知道了 地检署不止要名义扫地 而当事的萧简以及自己 再是无有出头之日了 他下意识里想要违抗这个命令 因为这是违法行为 身为检察官 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 并且还可以向上级进行报告 然而一直以来对萧文静检察官的信任 和二科这个团队亲密无间的合作 让他的反应显得迟缓了一些 就在此时 推门而入的一名检察官 所带来的消息 消除了他的苦恼 正是白天负责汽车见证的那名中年检察官 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萧文静 说道 小姐 虎山道那个案子 有人投案了 萧文静听到这句话后 双手有些无力地按在了桌面上 以他的智商自然很清楚 因为那些试图保护真正凶手的势力 开始反击了 让他没有想到 对方的反击竟然会是如此卑劣与下三滥 用人顶罪 这是黑道电影上面才会看到的无聊手段 难道对方以为这样就能让地检署放弃 对虎山道恶性凶杀案件的侦察吗 然而 萧大检察官 忘了他先前也是用了黑道电影里才能看到的 整个联邦司法系统已经有些陌生了的卑劣手段 而且他也应该清楚 这种悲劣而下三滥的手段往往是最有力的 他撑在桌上 控制着自己的愤怒 却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 甚至觉得重重的拍打捉面 都不足以展现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 扔茶杯 白天的时候已经摔了一个了 现在办公室里只剩下了最后一个 前来投案自首的 是一个旺都平民区的小会儿会 透过玻璃窗看着 那个小会儿会蛮不在乎的表情 走在地检署里 像他妈逛窑子一样的感觉 萧文静知道 这个替罪杨是自己最害怕的那一种 这种烂货只要得了钱 什么都不在乎 坐牢和回家一半 如今的联邦死刑不多 几百年监禁倒是不少 虽然试涉谋杀联邦现役军官 但在那名小混混的嘴里 一个荒唐的偶然冲突 误杀故事 竟是被编得极为圆润 找不到一丝破绽 这肯定是有人教过的 萧文静沉默地通过监视器 看着审讯室里的图像 看着自己的下属 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通下 都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 如果从这个小会儿会儿往他身后查 就算再查七十几层 只怕也查不到真正的主使者 对方连怎么拾到的刀 身上应该是真凶的血衣 明显是联邦军方发放的配合物资 怎么到了小会儿会的身上 都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理由 当然整个案情还有很多漏洞 可是那个小会儿会除了自成误杀 交出血衣之外 便狠狠地闭上了嘴 一句话也不说 最严峻的形势是 既然真凶身后的势力已经动了手 该来的压力自然要来 绝对不会仅仅是一个自首者 这般简单 萧文静的忧虑便在于此 果不其然 他马上接到了高层上司的一个电话 用一种隐晦的语气 要求他尽快地完结虎山道恶性凶杀案件 尽快地给受害者家属以安慰 给果壳机动公司一个交代 这事情有漏洞 有疑点 我必须继续查下去 萧文静难得地执着了一下 查可以查 但那个少尉你们是不是应该放了 如果将来真能找到什么别的证据 再把人抓回来就是 电话那头 威严感十足的声音 冷漠说道 萧文静缓缓地挂断了电话 脸上浮起一丝自嘲的笑容 先前接到直属上司电话时 也承受着压力 只不过那是带补许乐 加快贞洁的压力 此时的压力 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 给受害者家属以安慰 狗屁一样的说法 虎山岛谋杀案 发生后的第三天上午 许乐在女军官许松子的陪伴下 从地检署里走了出来 看着新鲜的阳光 他的心里却没有太多的喜悦 只有平静 台家的出手比他想象的稍微慢了一些 但他没有想到 台家的出手竟然会如此的快捷准确 替自己消除了所有的犯罪证据 并且亲自送给他地检署一个替罪羊 仅仅想一想那个替罪羊 许乐的心情便逾越不起来 身为高高在上的联邦七大家 这些事情自然不需要他们亲自去做 各有各的境界 那些下层的势力比拼 厮杀轻视 离他们很遥远 他们只需要表一下态度 自然就会有人去做 阳光有些刺眼 许乐的身边忽然响起了一个冷漠 而引怒的声音 你晚上能睡得安稳吗 许乐回过头来 看着地检署大厅 石柱旁的萧文静检察官 看着此人憔悴的神情 沉默半上后 忽然开口说道 整个联邦 没有谁比我睡得更安稳 萧文静微微一正 似乎没有想到此人在此刻 依然能够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 问心无愧 威风地说道 包括杀人后 想杀人的人 自然会被人杀 许乐说道 小文静检察官 似乎捕捉到了一点信息 微微眯着眼睛说道 可惜你不肯说出实情 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许乐看着他 忽然开口问道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 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站在法律的一方 那最开始的时候 地检署就根本不应该参与到 虎山道的案件之中 许乐看着他说道 既然一开始你就抵御不了这种压力 那你就应该很清楚 你要做的只是业绩 只是升官禁职 和正义法律这些无关 很抱歉 说穿了你的心思 许乐回头 向着石阶下的黑色汽车走去 他身后的小文静 听到这番话后 却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道这个谋杀案的细节 但我想 你怎么也不能算在正义的一方 一直沉默跟着他的许松子 看到萧文静先前有些落寞的神态 又看了一眼许乐那张平静的脸 忽然间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认为我是凶手 许乐的手摸了摸黑色汽车的把手 没有转身 说道 我以前也敬畏法律 但后来通过了事实不断发现 联邦的法律对于某些人来说无效 所以我对法律的敬畏心也淡了 我也逐渐明白了 这个宇宙里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既然如此 我只好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确道理 和正义无关 许松子默默地看着他的策略 明明知道对方在前天夜里 曾经很残忍地杀害了一名联邦现役军官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始终无法将此人和一个冷血的罪犯联系在一起 他宁肯相信此事有什么隐情 可惜许乐不肯说呀 对了 破坏联邦核心机密罪因为你对实验室数据的所有权 所以在进行补充侦查 你暂时被监视居住 而不需要被强行关押 许松子自嘲地笑了笑 想到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联邦法律 在那些看不到影子的存在面前 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淡淡说道 恭喜你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从谋杀案中脱身的你 应该也不会再上军事法庭了 许乐对他轻声地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坐上了黑色汽车的后座 黑色汽车驶离了地检署繁忙的大门 许松子抱着怀中的案卷 静静地看着消失在拐角处的黑色汽车 在心中默默想着 这个年轻军官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竟然惹得联邦政府里豪显势力 在同时注意 这肯定不仅仅与邹副部长有关 从地检署出来后 许乐便知道台家开始动手 既然谋杀案都可以话语无形 那么果壳研究室里的东西问题 那么果壳实验室里的问题 自然也可以进行压制 他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他只是在思考 对方接下来需要自己做什么 夫人在等你 黑色汽车驾驶位上坐着一位中年人 许乐沉默地看着他的背影 不知怎的 却想起了静管家来 监客第195集 第135章 沈大秘书 联邦里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虎山道案件 因为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 甚至连那些最愿意揭露联邦黑幕的 乔治派独立媒体 在这件事情上都显得有些沉默 依照常理 在第一宪章数万年的光辉照耀下 联邦的刑事案件发生率并不算高 尤其是这种恶行案件更是不多 更何况嫌疑者和受害人都是联邦果壳机动公司的年轻军官 这个案子在那些记者的笔下 有太多的文章可做 然而不知道是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太近 记者们获得的资料太少 还是地检署方面将案情控制得极为严密 总之这个新闻并没有宣扬开来 如今一个魂不吝的惠惠已经认罪 那个涉案的年轻少尉一身轻松地离开 虎山道的案件自然会渐渐被人遗忘 与这个案件相类似 知道果壳机动公司研究所实验室里 被某人拿斧子砸烂一事的人不少 对于联邦来说 那些可能影响到新一代机甲研制的数据 明显要比一个刚刚进入联邦军方的军官要重要得多 但试涉联邦机密 没有新闻媒体会触及这一条红线 昨天上午 被许乐砸得稀烂的实验室 已经被宪兵完全封存 紧接着 里面的核心数据全部做了转移 联邦科学院获得中央数据库的权限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表面上 那些数据依然安静地存在于果科研究所的某一个偏僻房间中 但许乐以及牵涉到这件事情里的很多人都非常清楚 联邦科学院里的那些人已经将那些数据拿到了手中 可惜谁也没有证据去指证联邦科学院的行为 就像是地监署没有证据指证许乐杀人 又像很多年前联邦科学院林院长抄袭沈老教授的研究成果一般 自由公平的联邦果然还只是一句口号呀 联邦科学院技术学部高富粒子实验室门外 罗秘书正在与某人通电话 他的脸上保持着微笑 回答着对方的感谢 眼角的余光却放在实验室内 电话挂断之后 罗秘书并没有着急走进实验室 汇报这一个重要的电话 而是安静地站在门旁 看着实验室里那些表情紧张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们 技术学部高富粒子实验室 是林院长当年力排众议 向联邦管理委员会申请了专项巨额资金 才建立起来的大型实验室 这间实验室的部门主任 到下面的研究人员 都是非常优秀 而且能干 罗秘书隔着绿光玻璃 看着实验室三区里的人群 人群正中央 林院长正在严肃地训斥着什么 他清楚 果科机动公司研究所里的那些数据 已经被眼下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这里 凭借联邦科学院最强大的研发能力 想必用不了多长时间 联邦新一代机甲的关键问题便会被攻克 而联邦科学院 以及主持此项研究的林院长 将再一次迎来全体联邦公民的赞誉 以及崇敬 至于真正做出这些东西的沈老教授 和那个年轻助理研究人员 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已经被边缘化了 只要最后的结果出来 谁还会记得过程呢 而且 那边也已经保证过 绝对不会让那个年轻少尉胡乱说话 罗秘书微微皱眉 只是有些不明白 那边明明知道 联邦科学院的研究一旦成功 林院长便会亲自出马 替罗斯州长及美德林议员的竞选 摇旗呐喊 为什么那边却好像并不在意呢 实验室里的 鲁乱已经告一段落 那位联邦学界的领袖人物林院长 表情严肃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罗秘书跟在他的身后 低声说道 沈秘书打电话过来 专程表示了感谢 沈秘书 夫人以前身边的秘书不是姓晋的吗 林院长皱着眉头问道 新患的年轻秘书 据说很得夫人赏识 首都三菱联合银行总部大楼顶层 吕秘书 吕秘书安静地走到立修竹的身边 轻声说道 许乐已经被放出来了 沈秘书刚才专程致电表示了感谢 立修竹静静地望着玻璃外的街景 很久没有说话 他并不介意将那个叫许乐的年轻少尉 送到监狱里关一辈子 哪怕那个年轻人 似乎与国防部邹副部长有些奇怪的关系 然而今天不得不放手 这种情况让他的心情并不是太好 他可以看不起那个只知道玩弄神秘的台家太子爷 但他必须尊重台家的那位夫人 就算他的骨子里的骄傲 让他在接到沈大秘书那个电话之后 依然不愿意放手 可是父亲从远方打来的电话 熄灭了他所有挑战对方的勇气 太子爷的朋友 立修竹笑了起来 那张英俊的面容危险冷漠 连沈大秘书都承认了这个关系 这种面子不得不给 看来还是低估了那个叫许乐的家伙 莫愁山是首都郊区 景致最为优美的一处山林 这一片青山禁园 原本是皇族的原理 在第三县里的时候 被联邦政府规划为全民所有的国家公园 S1大区人口繁多 联邦用电子围墙圈出去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面积便显得小了许多 但依然占了莫愁山半片山凹 几处夜鸽 真正空闲下来的清景地并不多 而往来与此的游客们 也只留意山水之间的清美 却早已淡忘了久远过去此处山源的淡淡黄季 就在莫愁山的最深处 却有一大片山林 被引于草丛崖壁间的护栏圈了起来 游客们看不到里面的景致 只以为是防止山路危险所设的障碍 却不知道里面有上千亩的山林 都属于联邦一个久远而神秘的姓氏 黑色汽车平稳地沿着山路 开到了尽头 一扇并不显眼的铁门拦在了前方 越过铁门 隐约可以看到野风深处流水尽头 似乎有几幢小龙错落有志的依林而见 说不出的清幽美妙 许乐推开门 站在铁门之前 眯着眼睛 看着远方那几幢小龙 莫愁山里首都吉祭 这个隐在山中的庄园却有这么大的面积 加上他读的文书多 加上他读的书多 尤其是在知道台之园的身世之后 恶补了一下联邦历史 知道此山原本是皇家园领 以台家在联邦里的地位与历史来源 住在此山中 倒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 铁门缓缓开启 一位三十岁左右 在深川里穿着一件深色正装的男子 微笑着迎了出来 此人先对许乐点头示意 然后又对黑色汽车里的司机 说了几句话 许乐微感吃惊 面前这个男人他认识 却没想到对方居然会出现在此地 王师傅是夫人专用的司机 已经为台家服务了很多年 那个男人微笑着看着许乐说道 夫人很少会用自己的专车 接任 我想除了总统阁下和军神之外 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拥有这种待遇 这种不着痕迹的表达 配上此人礼貌又微有距离感的笑容 让人并不反感 许乐笑着看着他说道 沈黎 当在临海州黑鹰保安公司基地里 一面之缘 他却是轻而易举地认出了这位沈秘书 我现在是夫人的秘书 沈黎笑着说道 黑鹰保安公司是联邦三大保安公司之一 以沈黎的年龄 这么快做到了黑鹰的高层主管 当日在台支援的授意下 全权指挥了临海州行动 毕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然而半年不到 对方居然变成了台夫人的秘书 许乐不仅有些寂寞 虽然说台支援已经度过了成人礼 而且这个成人礼 还是在他的帮助下成功 但许乐非常清楚 联邦七大家 知台家 真正的权力 还是在那位高高在上的夫人手中 台夫人的秘书 放到联邦的舞台上 足以与一位州长平等对话 这比起黑鹰保安公司的高级主管 毫无疑问是进了一大步 台夫人在等我们 一辆自行电动车 缓缓地来到了二人的身边 沈秘书微笑着解释道 夫人不喜欢汽油天然气液 轻调剂 一样化工产品的味道 所以园林内全部用的是电动车 许乐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跟着这位沈大秘书上了电动车 山水近处 错落有致的小楼 看似遥远 实则极尽 电动车并没有用多久时间 便把他们带到了一幢小楼前 小楼右侧是一道长长的羽廊 廊架上爬满了绿色的长藤 心叶如玉 黄花初战 阳光透过这道长廊 隐约能见不远处一道小型堤坝 莫愁后山的山西 不知多少年前 被这道堤坝拦住 生生地蔓起了山间的一片小平湖 小楼便在山林下清湖畔 顺着时节 向着幽深的院落里走去 许乐微低着头 耳边却听着山风川林 呼波启动的声音 并不意外地感觉到了四周的林地里 映着很多人 用眼睛 看不到任何台家的安全人员 但能听到 能感觉 他那双像飞刀一样的直眉 轻轻地翘了翘 注意到他的倾听 沈秘书的脚步微微一缓 马上又恢复了寻常 他的唇角缓缓地示出一个笑容 对许乐的细心和能力 感到了一丝诧异 二人走到院落深处小楼的 二层露台上 便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 许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表情尽可能地平静温和一行 他就算是一块石头 可是自己知道马上就要见到台夫人 这样的大人物 依然难免有些紧张 露台上又一具洋伞 伞下有一方白色的小桌 几盘糕点 一壶清茶 两个女人 腹部隆起的未婚妈妈遭遇 规矩安静至极地坐在阴影中 正在为一位面容寻常流露着 淡淡安宁味道的中年妇女倒茶 监客 第196集 第136章 台夫人的上午茶 联邦里最有权力的人 当然是习格总统阁下 副总统 联邦管理委员会 会议长 联邦调查局局长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还有神秘的宪章局局长 这些都是站在总统身边 站在联邦权力巅峰上的大人物 各大区的行政长官 像罗斯那样的大州州长 也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但在联邦民众心中 声望最高的 却是费城李家那位老人 在联邦的政治架构之外 隐藏在阴影里的七大家 却拥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与上面所述的 这些大人物们分庭抗力 尤其是像西陵中甲那种 世代驻守宇宙边缘的地带 近似军阀的人物 七大家里 最神秘低调的台家 这些年的主事者 一直是个女人 从在梨花大学的双月节舞会上 与上任台家家主订婚之后 那个女人从她的双十年华开始 一直到现在青春渐去 都应该是这个联邦里 权力最大的女人 没有之一 尤其是当台家现在逐渐要走上前台的时候 这位夫人的存在 更显得是那样的举足轻重 她的每一个决策 或许都可能影响到整个联邦的将来 和台之源成为朋友之后 许乐知道了台家的历史 以及这个家族在联邦内的地位 她曾经好奇过 那位大权在握的台夫人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到首都 进入果壳 尤其是最近这两天来 入狱出狱的经历 让她最真切地感受到了 台家对联邦的恐怖影响力 于是这种好奇 便更为浓郁 坐在黑色的汽车上 坐在电动车上 看着湖光山色 看着青藤羽郎之事 许乐的心情没有一丝轻松 因为她知道 自己马上便要见到那位夫人 她在心里不停地猜想着 台夫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怎么样想 也想不明白 直到她来到露台旁 看见了羊伞下白桌旁 正微笑着 看着邹羽手腕动作的那位妇人 她忽然间明白了 台夫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因稍滑远去 而显得寻常安宁的面容 没有一丝特异之处 无论联邦里的人们怎么猜想 台夫人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的妇人 便就是台夫人 沈秘书礼貌地拉开 邹羽身旁的椅子 示意许乐坐下 然后她自己去到了台夫人的身边 将椅子拉到偏厚一些的地方 安静地坐了下来 丝毫没有在意 阳伞外有些炙热的上午阳光 黯然俯首 与伞下的三人 保持着合适的距离 许乐觉得自己的腰椎 似乎有些秀了 坐下来的动作 显得有些困难 明明是湖畔露台 下午茶一般的场景 但空气里 却因为桌子对面 那位妇人的存在 多出了一丝 令人不安的气氛 这自然不是因为 下午茶被挪到了上午 而是因为 那位夫人的身份 这是权力的味道 接过旁边 邹玉递过来的茶杯 许乐下意识偏头望去 只见 邹玉正安静低头分着茶 每一个动作 都是那样的自然 而曼妙优雅 许乐见过这个女孩 很多面 但她从来没有想象过 邹玉居然也会 如此清纯 如此安静 如此舒宁 桌子对面那位夫人 在许乐入座之后 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端着 古纳慈的小茶杯 缓缓地损了一口 眯着眼睛 看着露台下面的湖水 似乎在想些 什么久远的事情 许乐沉默了片刻 端起邹玉递过来的茶杯 喝了一口 在地间熟里没有饭吃 一上午也没有怎么喝水 关键是露台上的空气 都因为权力的味道 而变得有些变形干粒 她的眼部有些干暗 她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前天晚上 邹玉能够一语道破 实验室数据背后 所隐藏着的政治勾结 经常陪着台夫人喝下午茶 在这种压力下 所锻炼出来的女孩 本来就不应该是寻常人 只是这种茶喝着太压抑了吧 许乐微低着头 放下了茶杯 在心里想着 莫非邹玉在外面的冷酷疯狂 都是因为在台夫人面前 被压抑太厉害的缘故 转瞬间 她想到台夫人的下午茶 只怕联邦里 很多人想喝都喝不到 邹玉跟着夫人 喝了这么多年的茶 见了那么多的人和事 想必捉对面那位夫人 是真的很喜欢邹玉 想让她嫁给台之缘 然而如今的邹玉 却成了未婚妈妈 府中的胎儿正在健康地成长 自己的身份 却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一念及此 许乐的心情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但想到 邹副部长都能一眼看出 自己是在替人背锅 面前这位夫人的智慧 自然也能看出来 更何况 自己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向台之缘打电话 通报了此事 就在她低头沉默思考的时候 台夫人已经收回了 投往湖面上的目光 微笑着 看着她那张平凡的脸庞 却依然没有开口说话 许乐将茶杯搁到了桌上 深深地吸了口气 抬起头来 微笑着反看了回去 笑容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而是就像她 往年往日那样 发自真心 一味乐观的自然呈现 似乎是没有想到 这个第一次来见自己的年轻人 居然是有勇气与自己对视 台夫人眼眸里 不亦察觉地飘过一丝光芒 眼角的鱼尾纹 舒展了许多 就在此时 静管家拿着一壶咖啡 来到了露台上 为许乐倒了一杯 许乐有些意外 欠身点头示意 加塔咖啡 这是李海的鱼子饼 台夫人微笑着说道 听说你很喜欢 所以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些 许乐微微一正 没有想到这位夫人 今天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竟是这个内容 她对杯中咖啡的香味 和桌上那一小盘 黑若珍珠般的点心 很熟悉 因为在临海州 梨花大学图书馆H1区里 很多个夜晚里 她经常用在小摊上 买的葱盈饼与青粥 换台之园那小子的咖啡和饼 台夫人 今天专门准备这个 自然是曾经听人说过 许乐马上明白 台夫人这句话的意思 沈秘书派人 把自己从地检署里捞出来 不是因为台家需要许乐什么 夫人只是看中自己儿子 与他之间曾经的那段友情 台之园没有什么朋友 除了遭遇之外 你是我见过的 他唯一的一个朋友 台夫人微笑着说道 许乐喝了一口咖啡 吃了一块鱼子饼 撩补了一下 府中绝对的饥饿 听到这句话却笑了起来 他相信 台夫人一定不是 从台之园的嘴里 听说了什么 而是静管家说的 要知道台之园应该很清楚 自己对于这种 味道怪怪的奢侈饼干 根本没有任何好感 听说 你以前在东陵大区当兵 什么时候进的李花大学呢 露台 喝茶 这是联邦上层社会里的名流 才喜欢做的事情 只是不同层次的名流 做出来的感觉也不同 想必联邦里 没有几个人有资格 占了国家公园半壁江山 来做茶会的背景板 然而 无论是哪种饮茶 除了极少数的 独饮秀名望道之外 都是用来交际的手段 喝什么 其次 关键是要谈些什么 徐勒 端着咖啡杯 眯着眼睛 湖光山色 一涌而入 听着夫人的问话 他安静 而有礼貌地回答道 夫人 我是联邦六十五年冬天 进的梨花大学 哦 想当年我和台志元的父亲 也在梨花大学读书 梨园那边的梨花 现在开得怎么样了 很漂亮 许乐回答道 我大部分时间 都住在梨园铁门旁边 照了很多照片 我那时候住在梅园的 女生公寓里 面向寻常的台夫人 说着寻常的话语 似乎没有什么试探 这位高高在上的七大家家主 用梨花大学这个共同顶 找到了谈话的节奏 微笑着与许乐聊着闲天 将露台上先前的气氛 冲淡了许多 许乐这时候 却有些走神 他这才想到 自己逃离东林大区 已经快两年了 而梅园公寓 他曾经在雪叶楼下 等候过公寓里的 一个小女生 闲话仍在继续 桌子对面 那位高高在上的主人 并没有刻意办出 平易近人的神情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许乐 眼眸里的审视 被数十年修炼出来的城府 隐藏得一干二净 许乐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如玉春风的感觉 他知道桌子对面的夫人不是政客 不需要争取选民的好感 更不需要维持什么亲民的形象 今天自己能够坐在楼台上 山峰中 湖光里 不是自己有实验室的数据作为资本 也不是因为台支援和自己的良好关系 而是对面这位夫人不知道为什么 想看看自己 梨花校园的事情说完了 台夫人起身离去 邹玉跟在她身后 逆了个机会回头 悄悄地看了许乐一眼 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楼台扬散下 便只剩下许乐和沈秘书两个人 许乐知道真正的谈话这时候 才刚刚开始 没有那位夫人在场 她觉得空气里充满了 叫做轻松的气味 湖光山色开始 显露真实的美丽 沈秘书微笑地望着她问道 数据还在吗 在 什么时候给我 听到对方无比直接的问话 许乐的那双眉挺了起来 脸上的笑容没有一丝变化 心情却有些怪异 尖刻第197集 第137章 谁有资格与台家合作 双眉一挺 或者说是一条 并不代表着生气 或者说是翻脸 至少许乐很清楚 在莫愁厚山的这片露台上 自己没有生气的理由 或翻脸的本钱 于是她笑了起来 不是那种卑微任命的笑 也不是先前在台夫人面前 故意寻觅旧时情绪 而求稳定的笑 只是在笑 所以沈大秘书也笑了 她亲自替许乐 再倒了一杯咖啡 然后坐回椅中 静静地等着对方的回答 身为台夫人的秘书 沈尼非常了解 联邦七大家那些主事者的 形式风格 铁酸利家 不仅仅指的是 这个家族算无一策 更多指的 提这个家族谋定而厚动 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利益 铁酸利家与联邦科学院 联合出手 台家这边的反应 本应该就慢了许多 所以说到底 沈尼并不相信 面前这个年轻人 真的掌握了那些数据 但既然夫人相信 她也只好相信 许乐的脑海里 有很多飞天顿地 惊人的东西 但她的性格里 绝对没有这种成分 她喝了一口咖啡后 抬起了头 先前台夫人只是想看看她 此时与沈秘书之间的谈话 才是具体的事宜 而很明显 沈秘书是一个很忙的人 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所以她也很直接地 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我要直接面对机甲 而且你们不能监视我 她并不习惯这种讨价还价 勾心斗角的谈话方式 所以一开始就摆出了底线 沈秘书微微醋眉 有些意外地从许乐的语气中 感觉到了一丝可能性 从一开始的时候 她便在夫人的授意下 替这位年轻少尉 扫出身后的痕迹 事后更是亲自 给丽家大授意 和联邦科学院方面 打了两个电话 但总以为 这是夫人看在 台支援的面子上 为许乐做的小事情 但没想到 似乎真有某种利益 在前方等着台家 不知道这位沈秘书 在通话器里说了些什么 一个工作人员 从露台侧房走了上来 提着一个大箱子 工作人员将大箱子 放到桌子旁边 对着沈秘书行了一礼 便悄无声息地退去 沈秘书将箱子 放在桌面上打开 然后推到许乐的面前 纯黑色的全键盘 以及专用数据输入仪式 在湖面清光的反射下 微微发亮 许乐微微一争 认出这是联邦 目前最高级的 集成工作台 他明白对方把工作台 放到自己身前 是什么意思 按动了台侧的一个按钮 调出了显示光屏 然后闭目沉思了片刻 闭着眼睛的那十几秒钟时间内 许乐调动了脑海中 某一部分区域里的数据模型 再次确认了那个神秘的存在 确实已经将实验室里的数据 烙印在了自己的大脑中 他不想去 想那个神秘的存在 因为此时 有云自东方来 避住 莫愁山巅的烈日 清凉湖水 让山峰降了温度 如果想太多 他担心自己会头皮发麻 会感到恐惧 睁开眼睛 许乐开始沉默地进行操作 使根手指就像是弹钢琴一样 快速地在工作台上移动 时不时用双手的拇指 对专用数据输入仪 进行操作 沈秘书没有盯着显示光屏 只是盯着许乐的眼睛 和那一双快速移动的手 二三十分钟之后 许乐有些疲惫地收回双手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将箱子里的工作台 转了一个方向 推到了沈秘书的身前 沈秘书快速地看了一眼 显示光屏上 那个图形复杂的数据模型 便没有再看 对他微笑着说道 先休息一会儿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第一军事学院 无数年来培养出的联邦里 很多优秀的人才 比如施青海 比如周玉 比如沈黎 能够成为台夫人的秘书 沈黎自然是个全才 但涉及联邦 最艰深技术领域的数据模型 他自认不如对面的许乐 懂得多呀 这个工作台 应该有一定的联网范畴 台家有专门的技术人员 正在分析这个数据模型的意义 许乐这般响道 几分钟之后 沈秘书微垂眼帘 似乎是在听着 儿童里通话器的声音 片刻后 他缓缓抬起头来 只是此时看着许乐的眼神 要显得正视许动 严肃许动 你刚才提的条件 我很难答应你 沈秘书很诚恳地说道 联邦新一代机甲的研制 是一个系统工程 就算你掌握了其中最关键的技术 但是你一个人也无法完成这个系统工程 这至少需要上千名工程师的合作 许乐安静地听着 眼睛看着咖啡杯里 轻轻旋转的一层白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需要一台MX原型机甲做研究 联邦新一代机甲的制造者 名录里 必须要有沈教授的名字 许乐低着头 看着咖啡杯说道 我不惜杀人放火 也要保住实验室内的数据 为的便是这个 你为什么一定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 除了政府 或者说果壳机动公司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提供这些工业基础 沈秘书盯着他的眼睛 冷漠地说道 台价或许能 但台价为你付出这么多 但却没有丝毫的利益 这个协议很难达成 就算你与少爷的私交再好 也是一样 我承认 我自己一个人无法改变什么 机甲的研制确实需要你所说的 那些大工业基础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与联邦科学院竞争实现 我必须留在果壳机动公司近距离盯着 许乐抬起头来 说道 至少你说的利益问题 既然联邦新一代机甲的成功 会影响到总统竞选 那么我想在夫人看来 无论谁研制成功 新一代机甲都无所谓 只要不是林院长就好 台家不需要新一代机甲研制这个虚名 只需要有别的人能够抢先成功 许乐看着沈秘书若有所思的脸 继续说道 但我的老师很需要这个虚名 准确来说 他现在除了身后的虚名 已经无法再享受任何东西 沈秘书很久没有说话 应该是在心里计算着什么 台夫人对他的授权极大 但他必须衡量其中的利弊关系 沈教授的署名 我可以答应你 而且我可以明智告诉你 你如果把数据给我 事后进行具体研制工作的 还是果壳机动公司 沈秘书平静地说道 我们对果壳工程部有一定的影响力 恰好工程部和联邦科学院 没有什么瓜葛 沈秘书说 能够影响果壳工程部 以往的许乐本应该吃惊 但对于联邦气打架的恐怖能力 他实在是有些麻木了 只是轻声说道 数据必须在我手里 既然如此 我可不可以直接去工程部 你不能去工程部 沈秘书忽然开口说道 这样吧 我安排你去白水公司 关于数据的事情 我建立一个直接渠道 你与果壳工程部的人直接联系 联邦化时代新机甲的研制 是一个大荣誉 自然也是一个大利益 沈秘书如果全部答应许乐的要求 台家在这里面便占不到任何便宜 可不知道为什么 沈秘书忽然做了让步 白水公司 许乐忽然在心里想到 联邦MX机甲原型机的第一次实验 好像就是在这家果壳下属的机动公司 可问题在于 台家的实力应该在黑鹰 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到白水去 这些天 你在研究所闹出的动静太大 加上虎山道那件事情 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会盯着你 你不再适合在果壳本部待着 沈秘书说道 能满足你要求的地方 就只有白水公司 工程部绝对不行 你如果出现在果壳工程部 无论是立家还是科学院 都会有所警惕 许乐沉默了很久之后 点了点头 沈秘书笑了 将面前的黑色工作台关上 站起身 与他握了握手 双手一触 代表着双方之间的协议 就此达成 许乐没有对沈秘书 把自己从地检署救出来 表示感谢 沈秘书也没有代表台夫人 对许乐在临海州体育馆的表现 表示感激 那些事情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沈秘书忽然看着他开口问道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据说半年前 太子便亲自邀请你加入台甲 你一直没有同意 为什么这次愿意与我们合作 加入台甲 我就是台支援那小子的下属 许乐微笑着说道 合作只是平等的 沈秘书的笑容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面前这个年轻人 居然要求与台甲平等合作 这是何等狂妄而放肆的念头 只是对方脸上的朴实表情 实在没有一丝狂妄的感觉 有的只是一丝略显荒唐的真诚 灵狐小楼顶层窗柄 台夫人沉默地看着湖水的纹路 眼角的纹路就像他这些年来经历的事情一般 渐渐堆积 无法松开 他静静地听着身边响起的声音 沈秘书与许乐的每一句谈话 他都没有错过 听到合作二字的时候 他不禁微笑了起来 他听出了许乐对于这种讨价还价的不适应 也听出了这个年轻人的稚嫩与执拗 他并不反感这一点 反而觉得有些有趣 手中的金属有些微冷 台夫人第一手看着手中把玩着的那个小工具 这是许乐遗落在果壳实验室里的蓝光小仪器 既然从一开始台家在联邦里的势力 就在这位夫人的授意下 暗中替他打扫卫生 自然也没有落下这个东西 台夫人熟练地按动按钮 却没有发现那道熟悉的蓝光 她知道这是指纹识别的缘故 脸上的表情渐渐平静 安宁的眼眸里却流露出了一丝怀旧的情绪 尖刻第198集 第138章 再入林园 徐勒进入梨花大学 拿的是晋教授的推荐信 不过好像他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 静管家站在台夫人的身边 就像湖畔的一株松 隐于山水之中 不想痕迹 他低声抱歉说道 关于这一点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但因为少爷一直坚持不通知您 所以 所以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台夫人静静地看着窗外 手里缓缓地摸索着 那个能够产生蓝光的小仪器 整个联邦 如今大概也只有他 能从这个小仪器里 看到内在所隐藏着的智慧 以及这些智慧背后的 那个男人 静管家看见夫人 没有什么表示 略微后退了一步 站在了窗边的阴影之中 他很清楚 台家与那位晋教授之间的故事 虽然他并不知道 晋教授的真实身份 但在这个家族里服务太久 总能感受一些夫人的情绪 派人去东陵大区查一查 县县65年那件事情 夫人轻声说的 这个事情 太凑巧了 静管家不知道什么凑巧 台夫人也没有说 如今只有习格总统她自己 还有费城里家的一些人 才知道那个叛逃 鸡修师风鱼的真实身份 因为当年的一些故事 她比别的人知道 那个人更多的身份 从一开始的时候 台夫人都不相信 那个人会这么无声无息的死去 如今她的手里握着的 只有她能做出来的仪器 隔着窗 看着她推荐到梨花大学的年轻人 心情渐渐沉寂 说不出的淡然 黑色的铁门 在车后缓缓关闭 许乐坐在黑色的汽车里 眯着眼睛 似乎思绪还停留在 莫愁厚山的湖光山色之中 今日台家所展现的富贵 并没有富贵气 只有江山气息 江山如画 这幅似乎 便在那位夫人的胸怀之中 许乐清楚 自己从莫愁厚山出来后 人生便会再次不一样 可是她依然固执地认为 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 一个平民 面对着那幅如画的江山 她没有丝毫心动 也没有太多自卑的情绪 只是略微感到了一丝压抑 在山道间 行走的黑色汽车 极为顺滑地躲避着 前山越来越多 渐如知己的游人潮流 许乐双手平稳地放在方向盘上 这辆汽车 正是她以前开的那辆 既然地监署已经判她无罪 这辆黑色汽车 自然也不需要再待在建政科里 那位沈秘书早就帮她拿了出来 谢谢 她忽然笑了笑 转头对身边的邹裕 说了一声 离开莫愁后山的时候 出乎她意料 邹裕也跟着她一起出山 她很清楚 前天夜里把邹裕送到国防部西山大院后 这位女孩肯定是在第一时间内 将整个事情告诉了台夫人 许乐并不清楚那位台夫人 已经开始怀疑她与那位大叔之间的关系 她只是以为 如果没有身边这个女孩的帮忙提供分析判断 在第一时间内 请动台家出手 那台的日子会非常难过 说不定真的又要变成联邦里的逃犯呀 邹裕自嘲地笑了笑 手掌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腹部 她现在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刮熟地落这个词 渐渐要逼近年轻未婚妈妈的人生 没有化妆的脸上 渐微有些憔悴与紧张 她的双脚有些水肿 穿着一个松松的布鞋 整个人的身上再也没有丝毫冷艳的光芒 有的只是安宁之中带着一丝枉然 她缓缓转过头 看着许乐微笑的侧脸 不由偏了偏脑袋 在心中好奇地想着 这个家伙的神经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 第一次见到夫人还能如此平静 许乐 你又让我吃惊不少 邹玉说道 许乐沉默了片刻 笑着说道 装出来的 邹玉也笑了出来 许乐没有再说什么 专心地开着车 在山路上面 黑色汽车 半自动驾驶 并不足以完全信任 目光平静地盯着时而转弯时 而绕回的山路 她的心里 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她很清楚 台家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在这个家族的面前 任何的人 都不要失望平等合作的可能 即便她现在拥有联邦里 独一份的实验室数据 然而沈秘书先前却点头了 台家甚至让出了绝大部分的利益 这一点让她有些想不明白 先前露台上的讨价还价 她只是笨拙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没有想到对方却同意了 这是为什么呢 深夜的首都郊区 黑色汽车像幽灵一样 停在了林园的停车场内 莫愁山归来的许乐与遭遇 在侍者的带领下向着餐厅里走去 才从山水归来 有入山水 下午的时候 邹玉还邀请许乐 在首都那些著名的景点走了一遭 她不知道 腹部高高隆起 双脚浮肿的邹玉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游性与食欲 她眯着眼睛 看着林园后方那片白崖下石油降落的私人飞机 心里却想到了乔治卡林的那些学术 乔治卡林始终认为 联邦的不公平核心问题 在于信息的不公开 这便是所谓的 阶层信息不对称原理 林园当初是联邦HTD局的专用餐厅 后来被联邦七大家之一的林甲 花重金购入 HTD局专门负责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而这间餐厅 在联邦上层圈子里 却以野肉做得十分精致出名 联邦民众并不知道林园这个地方 就算听过一些传言 却也不知道里面的具体细景 联邦里早就已经如乔治卡林所言 从一开始时 阶层之间就因为信息的不对等 而失去了公平 再次踏入林园 自己难道就不再是那个东林固啊 联邦逃犯 许乐扶着邹玉的手往里面走去 心情却有些落寞与枉然 李丰子回费城了 你不用再担心什么 邹玉自幼生活在第三情趣 家世不凡 自然不知道许乐此时心里的感受 微笑着说道 落地窗盘 又一道酒区流水 从桌后的竹林深处流来 静坐于流水之侧 清水贺红泥杯里的梅子酒 嗅着水中竹叶细不可嗅的香味 透过窗盘 看着远处灯光下的白色崖壁 倒是一等好享受啊 与第一次进入林园相似 当他们两个人走进大厅时 那些被遮掩在红树林 竹林 梨树之后的目光 认真而凝重 好奇地投了过来 被这些目光包围着 走语没有一丝不适应 反而是许乐的神态 变得更加严谨了一些 坐在位置最好的逐居之中 没有过多久 便有人过来致意 那些首都阶层里的行眼人物 温和地与邹玉说着什么 请他代为向邹副部长问好 最后又极有礼貌地 与许乐点头示意 便离开 如此者四五次 许乐再如何迟钝 也感受到了一丝不寻常 安静了片刻 确认没有人再来打扰自己吃饭 或者是今晚林园里剩下的客人 自问没有身份过来他们这一桌 许乐才略微松了一口气 邹玉用筷间夹着一片酿玉雪 望着有些不适应的他 微潮地说道 和上次不一样 这些目光都是看你的 那些过来的人也不是看我 而是来看你的 消息传得这么快啊 许乐曲起了一只脚 手里端着一只小酒杯 此时没有外人打扰 他的动作显得随意了许多 只是这个姿势与周遭清雅机制的景致 有些不协调 他所说的消息 自然是说沈大秘书为了果科研究所某一个年轻少尉打电话的事情 也只有这样的消息 才会让那些人专程过来与周遇说话 而真实的目的 却只是想看看那个年轻少尉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联邦里没有绝对的秘密 尤其是当某些人并不想保守这个秘密的时候 周遇摇了摇头 夫人让你专门带我来林园 旭勒抬起头来 看着周遇问道 是不是不是哟 你应该很清楚 什么事情都是讲规矩的 就像虎山道的那个案子 研究所那件事情 可以抓漏洞 但谁也不会直接去对抗联邦法律 周遇看着他说道 抓漏洞 但不能留漏洞 这个圈子形式的风格 永远不会太过暴力直接 更不会 拿着斧子去擦 看着若有所思 那说眉间 透着一丝抵触情绪的许乐 周遇沉默片刻后 安静地说道 我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你确实不属于这个地方 但既然你选择了 一头撞进来 就必须要按照规矩做事 他从身边的流水里 捞起一片半青半黄的竹叶 静静地看着竹叶上的纹路 不知道是不是想到自己的生活 还是别的什么 表情变得有些清淡起来 不说首都 港都 或者是联邦里别的大城市 都有很多私人会所 比这里更幽静 更豪施 但那都是私人聚会的地方 只有林园 才是用来表明态度的地方 他将竹叶搁在桌上 说道 竹叶落在桌上 就会被扫走 送到垃圾厂掩埋 如果落在水里 随波逐流一阵 总能看见我们此时能够看到的景致 许乐转过头去 透着玻璃 看着窗外的景致 开口说道 可惜没有风 不够爽快 这里的景致 没什么生气 他想到了东陵大区的矿坑 他与大叔吃着野牛肉 端着红酒 看着昏尘空气里的红色落日 在青色的草原上落座 那等享受 比这林园墙太多了 许乐 一个有些意外与惊喜的声音响起 一个年轻的军官穿过竹林 走到了桌边 许乐微微一震 不明白周玉 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忽然间他想到了周玉 现在是果壳工程部 心头一动 转眼望去 周玉正侧头平静地喝着什么 一瞬间 他明白了巧玉 并不是巧玉 不禁有些感慨沈秘书 迅速而缜密地安排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再见 监客 第一百九十九集 第一百三十九章 义府 批出个将来 上 林园 林园虽好 却不是许乐能习惯的地方 再入林园 依然不能适应 先前那些来往适宜的人物 让他不能安坐 此时呼吁周玉 虽然明知道对方 必然也是带着某种目的而来 但不知为何 看着面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两岁的年轻军官 许乐却觉得心情变得放松了许多 他与周玉 第一次相见 是在梨花大学的综合馆机甲对战室内 黑色机甲与银色M37之间的对抗 烟雾弥漫间的对话 这些回忆都在许乐的脑海中 那次机甲对战里 周玉极有风度的表现 给他留下的印象极好 他隐约觉得 周玉已经知道了那台 捧腹而走的原型机甲 那是自己 但既然对方一直没有直接问过 他也没有承认什么 台支援 施青海顿 许乐除了身边那位未婚妈妈之外 在首都 星圈里显得孤单的一塌糊涂 如果说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那许乐毫无疑问可耻到人神共分的程度了 他是一个年轻人 自然也有与人交往的精神需要 加上对周玉的印象一向极好 所以春初招募考试别后 二人虽然未曾再见过面 但也有过几次通话联系 许乐让开自己身边的位置 给周玉珍满了一杯酒 机修师像是主刀的医生一般 最需要的便是双手的稳定 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所以这些年来极少饮酒 只是这两年间 被师公子影响着 除了三七盘香烟之外 也有了小珍的爱好 好在梅子酒色虽浓奖 实际上的度数却不高 周玉坐到了许乐的身旁 对捉对面的周玉 隐隐地低头致意 周玉却像是没有看见他一般 自顾自冷漠地 望着窗外远处的白色崖壁 从骨子里来说 邹家千金依然是那个冷漠孤傲的大小姐 她在台夫人面前的书宁 是训练出来的 在许乐面前的平和 是被东霖石头硬生生磨出来的 她今天带着许乐进林园 只是为她与周玉的相见 安排一次巧遇 对于周玉此人本身 她着实没有丝毫兴趣 许乐眯着眼睛 看着酒杯里的酒水 余光注意到周玉并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温和一笑而作 向着自己举起了杯子 人如其名啊 果然温润如玉 只是玉意有魄啊 只是暂时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而已 真没想到是你来 而且来得这么快 许乐摇了摇头 将自己杯中的酒引进 周玉将红泥酒杯放到唇边 围起手腕 杯颜不离唇 看似其温和 实则其快速地将杯粥酒引进 与许乐手中的酒杯 同时放到桌上 我也没想到 进入研究所几个月的时间 你就惹出了这么多事 周玉饮完杯中酒后 才将军帽放到了身边的桌上 微转身体 看着许乐平静地说道 我来的意思 你应该很明白 此时 逐机桌盘 流水之侧 有三人 周玉是台夫人 一手调教出来的女子 加上她家庭的关系 许乐与周玉的谈话 根本不需要避着她 许乐手指轻轻地握着酒杯 陷入了沉思 看到周玉的到来 她就知道了 沈秘书接下来的安排 她不需要知道 为了自己的顺利出狱 沈秘书与利家 与联邦科学院方面 达成了什么协议 她只知道 自己不可能再 在果壳研究所里待下去 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数据 如果要变成实实在在的 新一代机甲 中间还需要 很多人的努力 破译对方的压力 许乐马上 便要被调离果壳本部 被发配到 果壳机动公司下属的 白水保安公司 她的数据 则要送到 果壳机动公司工程部 这中间便需要一个渠道 虽然利家与科学院 已经不再管她 但对方一定会 有人盯着许乐 许乐如果直接 进入果壳工程部 肯定会引来 那些人的猜疑 要和联邦科学院 竞争时间 这种猜疑 必须被清楚 恰好 许乐与周玉之间 那丝可以被确认的 私人关系 就成了天然的掩饰 以后多联系 许乐挤起了酒杯 望着周玉 很诚恳地说道 虽然直到今天晚上 他才知道原来周玉 也是台家可以影响的人 不仅有些震惊于台家 在人事方面的控制力度 但他直觉周玉 是个可以交往的人 所以他的态度很诚恳 周玉将杯中的酒 再次一饮而尽 笑着说道 上次在梨花大学 和你切磋了一次 以你在机甲方面 操作的天赋惊人啊 但真没有想到 你现在居然能够影响到 联邦新机甲的研制 你给我带来的惊奇太多了 所以请放心 我会很好地配合你 被周玉直接提到了往事 想着当年梨花大学里 两台机甲之间的对战 许乐看着周玉的双眼 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来 没什么英雄相惜 两个人只是发现 彼此有些意气相投 我现在在工程部办公室 安达被特招做了机甲 试机师 周玉放下酒杯 侧身望着许乐 沉默很久之后说道 说来说去啊 还是你这个东林的敦坑兵 发展得最快啊 许乐没有说什么 给他又斟了一杯酒 同时将自己的红泥酒杯补满 举起酒杯 逐居逐叶落入驱水之中 窗盘三人沉默饮酒 周玉观察着许乐 却发现有些看不明白这个人 他出身西陵大区 那是联邦与帝国交战的最前线 西陵人多欲血火 敬情汉勇 而辛辣 骨子里有一种宁折不弯的精神 周玉此人虽然表情温和 如温润君子般 令人心生可亲之意 但内心深处 依然有那么一抹不甘仁厚的意思 今夜在林园里看到许乐 周玉却知道 不甘也必须要甘 或许是运气 这个出身东陵的敦康兵 先遇台支援 后遇沈教授 掌握了联邦最重要的机密数据 还得到了台家的大力支持 仅凭此点 已经将自己甩在了后方 周玉沉默地饮着酒 来林园之前 他已经从沈秘书那里 知道了整个事件的全部细节 明白许乐靠的并不是运气 不论是虎山道的刀光 还是研究所里的腐痕 到最后又是 或者说是逼着台家出手 无处不透着 这个年轻人的执着 执着是一种优秀 或者令人烦恼的品质 但若到了极致 便会显得格外可怕 就像此人 陵园内美轮美奂 无音乐凡尔 却又流水匆匆 刻意清新 用餐谈话的人们 或者说人物 衣着简约而名贵合体 举手投足间 优雅而安静 唯有他身边的许乐 穿着一件不知道什么牌子 大概也没花多少钱 还有很多皱纹的休闲衫 就这样坐在陵园最贵的 竹居阁间中 坐便坐了 还曲着一条腿 捏着酒杯的手 放在膝头之上 微低着头 像极了电影里 那些街头上的 无音乐油迷模样 周玉却不知道 许乐本来就是一个东林矿工家庭出身的孤儿 过往没有遇到那位大叔的时候 他和李维那帮人最习惯做的事情 就是颠着腿 坐在钟楼街人行道旁 看着咖啡馆里的电视光屏 这是一个思考的姿势 许乐确实也在思考 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习惯了在沉默中思考 在他看来 人如果不思考 那和垫子围墙那头 只食低头吃草的野牛 没有什么区别 他在想着林园 想桌上的美食 想窗外的风景 想日后 他想得很清楚 所以他取起腿来 粘着酒杯 隐约间又变成了当年 那个街道上的孤儿 旺都的府民公寓 没有人进来过 布置在单元楼四周的监视设备 确认了安全 邹玉的预产期 在七月末 已经搬回了西山大院 想必他脸上依然残留的 淡淡刀痕 和已经打到不能打的肚子 可以断绝 国防部长家最后的希望 至于 邹玉的大和节里 究竟台夫人有没有发话 许乐并不清楚 只是房间里 忽然少了一个人 他有些不适应 所以他埋头便睡 睡醒后便开始大口吃着 被自己热好的计时饭盒 整整三天 他的生活便是睡觉与吃饭 知道将体内消耗的那些能量 与精神全部补充回来 他才走出了公寓 回到了研究所 很多果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亲眼看见 许乐将实验室砸了一个锡烂 还有些有背景的人 知道他牵涉到工程部一名现役军光的死亡案件 此时看着他像个没事的人一样 走进研究所 那些目光顿时变得极为震惊 研究所三部主任 亲自替许乐开具了电子介绍信 他确信自己前些天没有做错 面前这个年轻少尉 果然与邹副部长的关系密切 不然不可能再惹出这么大的乱子之后 还能留在果科机动公司 许乐拿到了介绍信 拒绝了这位热情的主任 亲自送自己到白水保安公司的请求 自己开车 向着介绍信上的地址驶去 黑色汽车 再次驶过财政部大楼所在的货金大道 驶过那条通往宪章局的死路 他的眼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 强迫自己不用去下公路尽头那台 无所不能的宪章电脑 就在此时 电话响了起来 里面传来了厉家齐少爷厉校通 极为爽朗的笑声 哈哈哈哈 听说你被发退到白水公司了 许乐微感意外 没有想到青藤园一夜之后 这个人居然会主动联系自己 他相信自己身上并没有对方需要的东西 无论是厉家还是联邦科学院 此时都已经确定 那份核心数据全部在他们手上 是的 我这时候马上去报到 许乐回答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那个声音说道 晚上能不能赏脸出来吃顿饭 许乐下意识看了一眼窗外的天气 确认今天的太阳运行轨迹 很他妈正常 或许是这一段沉默 让电话那头的厉校通 有些不适应 他极为认真的说道 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跟你混一混 好了 听着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再见 远处的白云在山腰间飘荡 深绿色的原野 以往无影 联邦自动化农场的精密灌溉设备 正在阳光下喷洒着沉路 时不时响起微弱的滋滋声 与公路旁林地里的 崇尔鸣角配合得极为默契 首都特区的交通 极为发达 沿着高速公路 开了四十分钟的汽车 才来到这里 早已看不到那些首都庄严的建筑 也闻不到充满了权力气息的味道 放眼望去 只见一眼的清脆 只能嗅到清感中 断厚枝叶的美妙味道 就在联邦农场旁边 高高的围墙与铁网 分隔出了一大片区域 从公路上 只能看到院里一座 约五层楼高的大楼 除此之外 便再也没有什么显眼的建筑 黑色汽车的玻璃落下 许乐向门卫出示了电子介绍信 只听到嗲的一声 大门缓缓拉开 他眯着眼睛 看着车舟的一切 心中有些意外 联邦最大的白水保安公司 竟然远在首都郊区 而且看上去 安静之中 带着一丝衰败的感觉 不像是一实验联邦 高间武器闻名的公司 反而像极了一处 被人遗忘的农家游乐园 有金属的地方 便有果壳 果壳机动公司 是联邦中巨型的公司 直接或间接为之服务的人数 超过了一百万 这家公司下辖无数分工资 业务范围涉及到 联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白水保安公司 正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在联邦研究所里 闹出来的风波 因为在研究所里 闹出来的风波 许乐被发配到了 白水保安公司 来此之前 他做了一些资料方面的查询 知道这家联邦最大的保安公司 虽然在果壳机动公司内部 并不被重视 但以实力而论 却是联邦三大保安公司内部 最为强大的 联邦在宇宙中 有很多军事行动 因为有帝国和百慕大三角 星域的外交压力存在 而不便出动军队 又有一些 在资源星球上的火力摩擦 或者是不能见光的私底下行动 往往都是联邦三大保安公司 代替联邦军方执行 而直属果壳机动公司的白水 则因为果壳浓郁的联邦军方色彩 而成了最主要的执行者 这些当然都是在新闻媒体上 看不到的内容 但知道内情的人都很清楚 白水保安公司 实际上就是一批 批着合法外衣的雇佣兵 又或者说是 批着雇佣军外衣的联邦打手 除了一些联邦内部的保安工作之外 这家公司大部分的业务范围 其实都是在联邦的边龙地带 甚至有传言 S2大局与反政府军的交火停止后 那些暗中进行小股武装突袭的力量 也是这家公司在暗中出手 所以许乐看着这片像简陋工厂一样的基地 有些意外 白水保安公司的总部 从外面看 根本没有一丝军事色彩 在人事部报道之后 一个戴着眼镜的事务官员 冷漠地领着许乐 走到了大楼后方的一间办公室里 对他说道 这是你的办公室 待会儿你的秘书会过来 向你介绍一下具体的工作事宜 首都特区上层发生的事情 并没有传到白水保安公司 总部里的人们 根本不会关心一个年轻的少尉到来 人事部门的这名事务官员 不会认为许乐有任何背景 在他看来 从果科研究所被发配到白水 肯定是斗争的失败者 而且失败得无比彻底 只不过研究所毕竟是果科机动公司的第一序列部门 白水保安公司只是三级部门 许乐有这样一份履历 虽然被放逐到这里 依然被分配到一个技术主管的职位 而且还配了一个秘书 那名事务官员 面无表情地看着许乐 问道 还有什么事情了 白水公司的作战人员 素质极为优秀 基地也极为完备 甚至很多作战人员本身 都还是军事人员序列 这些在前线的作战人员 心惊悠 而且前途无量 但是事务官员 以及技术主管 却都是一些可怜的 被从果科公司核心区域 排挤出来的人 这名事务官员 也是如此 但他看着同是失败者的许乐 却没有丝毫同情 啊 没有了 谢谢 许乐说道 打开电脑光屏 眯着眼睛 看着上面的白水公司组织架构 许乐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白水公司创建于24个县力之前 如今的总裁 加雷 退役之前 曾经是联邦特种机甲部队的长官 据传言说 他在白水公司任期满之后 或许会直接回到国防部 任作战部长官 这家公司的架构很奇妙 像总裁和训练总管这些大人物 以及基层的作战人员 都有极为明媚的将来 可像许乐此时所扮演的角色 技术主管与事务官员们 却似乎只能永远停留在联邦的阴影之中 替正义的联邦政府执行那些黑暗的任务 而拿不到任何军功章和奖励 不过这和许乐无关 他被分喷到白水公司 是因为他在实验室里的吉斧子 所造成的后果 为了平息董事会们的不悦情绪 和研究所里的波动 即便是抬甲 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许乐可没有想过 自己会替政府去边垂地资源星球 镇压土著 更没有想过要伪装成什么武装分子 去S2大区破坏反政府军的资源基地 他只需要老老实实地 在这个部门技术主管的位置上坐下去 修理一些作战人员所需要的机械设备 安稳地度过这段日子 直到联邦新一代MX型机甲研制成功 看样子他都必须在这家公司里 消磨自己的人生 一念几次 许乐的眼睛眯了起来 打亮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 这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拥有一间独立的 不为人打扰的办公室 问题是 这间办公室虽然装修极为豪华 但除了一台电脑 一些家具之外 便空荡荡地再无遗物 本公司下辖训练中心 靶场 武器实验部门 太空警卫 安全顾问五个子公司 客户包括国防部 警察总署 HTD局 我们也接受外源星系客户委托 只要这种委托 并不违背联邦法律 本第七小组主要业务 在安全顾问方面 许乐低着头 听着秘书的报告 说实话 最开始听到有秘书的时候 年轻人的心里 产生了一丝异样的情绪 暗自祈祷公司给自己的秘书 千万不要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年妇女 当这名叫做白玉兰的秘书 走进办公室 开始照本宣科一样 介绍白水公司情况时 许乐忍不住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女秘书 取这个名字有点俗 不过很妙的是 这名秘书并不是一个中年妇女 但也不是一个 刚毕业的青春有人的小姑娘 因为进来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女秘书 秘书白玉兰 身高一米七三 五官温宁柔顺 眼光平静 就像一个女孩子般 安安静静地站在许乐的身前 可问题在于 她本身就不是一个女人 所以这种气息显得有些怪异 许乐眯着眼睛看着她 更是从这种怪异的气息里 捕捉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许乐诗人的本事很强 她拥有像动物一样的敏锐之觉 如果不是像个宁静滑稽少女般 站在前面的白秘书 并没有流露出敌意 或许她会感觉到 自己静后的寒毛开始站立起来 只有杀过很多人 不把人命当回事的人物 才会流露出这种气息 在过往的岁月里 许乐曾经见过很多强大的人物 比如田胖子船长 比如李疯子 比如丽家七少身边的那位曾哥 面前这位叫白玉兰的秘书 却和这些人都不一样 她收敛得极好 却总让人感觉 似乎在下一刻她便会疯狂起来 脸上那平静柔睡的神情 将瞬间化为事故的含义 许乐打量白秘书的时候 白秘书的目光 却看着自己手中的检测 她内心平静 所以外表平静 虽然对于一个研究所发配来的年轻少尉 便要成为自己这一组的技术主管 她并不欢迎 但她不会有丝毫表示 她只是平静里写着冷漠 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从军多年 白玉兰见过了死亡与鲜血 眼中根本没有面前 这个年轻普通的家伙 我们这一组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许乐注意到 白秘书的那双手 皮肤洁白如玉 十分秀气 报告技术主管 第七小组今年没有任何工作安排 白秘书很有礼貌地回答道 许乐有些不适应技术主管这个称呼 白水公司是果壳机动公司的子公司 在执行那些危险的任务之余 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便是配合联邦实验那些新型的武器设备 所以在白水公司内部 技术主管的权力相较其他保安公司要大一些 许乐便是第七小组的技术主管 所以这位秀气的白玉兰才会成为他的秘书 第七小组的主要业务既然是安全顾问方面 那么肯定不会被派驻到外锤星球 只是也没有机会接触到那几台失败的MX原型机甲 他的心里生起了淡淡的失望情绪 县力67年已经过去了一半 白水公司安全顾问部第七小组 依然没有执行任何任务 许乐的心里边也有些奇怪 联邦虽然一向治安良好 但是那些权贵富豪却向来极为重视自身的保安 以白水公司在业界的名气 不至于自己的小组整整一年都没有生意 他看着白玉兰那双秀气的手 又些出神 好的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通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